在看信托人卢克 陆克和普恒在这个官司里 他们所做的没有一条符合信托法和信托利益 对法官提出要求回答普恒和共产党跟郭先生有关的 像潘石屹 马云 平安 刘特佐 妖露 穆巴达拉发展公司 Mobedila 太平联盟 Tech 太平联盟基金 共产党的各种石油公司 还有最核心的UBS之间有没有利益冲突的问题 全部被忽视 不予回答 埃里克还提到郭先生破产的案子是属于第十一章叫破产重组 不是第七章个人破产 而且郭先生的财产已经申报 这恰恰说明了郭先生的诚实和为真不破